朝阳公园是北京市四环内最大的城市公园 面积有四个故宫大 公园分南中北三个区 南区面积最大 本期呢就说说南区能玩什么 怎么走最方便 如何停车 一条视频告诉您 攻略非常 一定能让您清晰的认识朝阳公园南区 关注我已被不时之需 关于交通 朝阳公园南区实际上只有中部和东部的一部分属于公园 对游人开放 南区的西部和东部的一大部分 现在已经是其他单位了 公园开放的区域呢有两个门 南大门和东七门 先说南门 南门停车场距离南门呢有400多米 您导航长阳公园南二门停车场 停车场的入口呢比较小 在填水源街北口丁字路口的北边 需要拐进一个小道啊 才能够看到停车场的入口 停车场本身呢还算大 没有充电桩 没小18元 虽然停车场就在公园边上啊 但是不能直接进 您必须走到南门从南门进 南门外呢也有路边停车位 离南门呢还近一些 首小时六块 第二小时开始以后每小时九元 南门的公交车比较多 不同方向的公交车站呢 就在马路两侧不远 叫潮阳公园南门站 车站距离南门呢也不远 坐公交车呢很方便 公交车呢有这些 供您参考 南门还有地铁14号线 潮阳公园站下 闭口出 出了以后您一直往前走 260多米左手边就是 潮阳公园南门 再说潮阳公园 东七门 你就导航 东七门 在东四环的辅路边上 东四环主路一出来 右手边呢就是 东七门的入口 东七门本身的停车场呢 很大 有充电桩 每小时八元 从停车场呢 也可以直接进 东七门 在东七门停车场的入口外呢 就有公交车站 在天天下面 东四环的两侧呢 都是公交车站 这些公交车下车以后就是到东七门 另外 南区呢 还有一个东六门停车场 但是目前呢不开放 园内交通 一进南门 左侧呢 是码头 写着游船码头 码头除了能租船以外 还有个小商店 这是小商店的价格 全员小商店统一都是这个价格 南门码头的游船呢 主要是在南湖和北小湖航行 船在哪租的呢 就在哪里还 禁止单人划船 这是游船的价格和须知 微信支付宝呢 都可以支付 一小时起租 四十分钟就算一小时 环船一小时 超过了十分钟 就算一个半小时 公园的北边 快到中区呢 还有一个方舟湖码头 也可以租船 但这个码头呢 和南门码头的船型呢 稍微不同 游船的价格呢 稍微贵一些 进了南门左拐 除了码头以外呢 还有公园的观光车站 观光车呢 招手就可以上 不一定非要在车站等候 观光车呢 可以到公园的西门 西四门 北门 东五门 东七门 价格十元到四十元不挡 南门到西大门 东七门 东五门呢 都是十元 到西四门和北门呢 是二十元 西四门就是靠近 南富港湾的门 全员逛一圈呢 是四十元 除一岁以下免票以外 其他人全部都是全家票 从南门进门 往左的路上呢 您还可以租自行车 双人车呢 是每小时六十 五人车呢 是每小时一百 押金三百 十八岁以下 六十五岁以上 不能单独骑 东七门一进门呢 也有大量的自行车可以租 还车呢 必须还到指定的位置 除了自行车以外啊 公园里还有 智能的自驾电瓶车 价格呢 是三十分钟起租 首个三十分钟呢 是四十元 过了三十分钟以后 是每分钟一元 押金三百 租完以后呢 还必须将车 还回这个南门 注意事项 公园的开放时间呢 四月到十月 是早六点到晚九点 晚上十点静园 十一月到四年的三月 是早六点到晚八点 晚九点进圆 全圆原则上是 禁止扎帐篷 掉床 放风筝 但实际上 我在公园里都看到了 桶物 汉冰鞋 自行车 成人滑板车 滑板 平衡车 都禁止入内 关于游览 整个长安公园 南区的中部呢 就是一个儿童游乐园 有各种游乐场的项目 多数呢 都是中小型项目 最里面呢 也有一些大型的项目 肯定没有专门的游乐场好 比如欢乐 但是比一般的街心公园的游乐项目 要多多了 南区的东部 基本是篮球场 足球场 还有乒乓球场 以运动场为主 想打篮球 踢足球的呢 您就从东西门进 进来以后 左手边就是一排篮球场 执行到头呢 是座桥 这座桥呢 叫夜明桥 以前叫做反塔东桥 桥对岸呢 就是南区的中部 从桥往右呢 是去南区东部的足球场 和乒乓球场 一般多数游客呢 都是从长安公园南门进 一进门呢 就是个大草坪 草坪的左右呢 各有一条路 左边这条路呢 一路过去呢 就是各种游乐设备 数量呢 比较多 左边的路 往前一点呢 就是梦幻城堡 画面中这个位置 这里是10号售票处 金兵记卡呢 在这里呢 可以换票 有9个游乐项目 任选其中的5项玩 游乐设备呢 就分散在整个南区里 需要自己去找 另外在16号售票处 也能兑换 全员呢 就是这两个售票处 能够兑换金兵记卡 金兵记卡这个票 除了清明中秋 五一十一 这样的节日 不能用以外 端午节和周末呢 都可以用 沿左路继续前行 路上有索尼探梦科技馆 这个科技馆 只有周末和法定节假日 才接待散客 门票是成年人30 学生20 65岁以上 和1米2以下的儿童的免票 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12点 中间会清场 下午2点到4点开放 南区左边路上呢 还有一些大型的游乐设备 比如风风老鼠 急流涌进 摩托过山车 价格呢也都不便宜 南区西北方向呢 有座桥 这个桥呢 叫做游乐场西桥 这个桥是通往公园 西门的马场 不过去马场的游客比较少 从南门进草坪 右边的路呢 是通往南区的东部运动场地 右边的路呢 会先经过大广场 还有世纪喷泉广场 喷泉广场有不少花 春秋来自的挺好 夏天会特别晒 不推荐 喷泉广场还有固定喂鸽子的地方 南区最北边呢 有两座桥通往公园的中区 一座是在方舟湖码头旁边 以前叫方舟湖桥 现在叫问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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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过去呢 是河光桥通往公园的西大门 这个河光门以前叫欧路风情桥 旁边呢 是欧路风情街 但是在2020年1月 已经改为泡泡马特线下乐园 这个乐园修了有一年多了 还没建成 再加上泡泡马特的股价 已经跌到17块 不知道这个园子未来如何 通往中区的另外一座桥呢 叫做春谷桥 以前叫做樱花谷桥桥 因為橋旁邊是公園南區從日本引進的櫻花 形成了櫻花果 春季可以來此賞櫻 從春谷橋可以到中區打卡點 萬人廣場和生命支援 南區還栽種了各種花 4月可以在南門看玉金香 許多遊客也會在南區的湖邊野餐露營 南區整個遊覽時間在2小時左右 如果您是帶孩子玩遊樂項目的話可以玩一天 假如有用 請點贊 評論區回覆有用